香无生态鱼缸,红草变绿草怎么办? 这种低成本的生态钢里面 我们追求的低成本 所以说没有弄二氧化碳钢瓶 而且灯光普通也是用的蓝白的灯 所以说这些红草发率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一开始 我就建议大家想做生态鱼缸的 最好选择一些阴性的水草 阴性的水草有什么好处? 它依然能达到观赏的效果 而且它繁殖的非常的快 而且对这个环境的要求也不高 没有二氧化碳 普通的灯源也可以生长的很好 包括霸钢 但是很多粉丝小伴就是想追求一下 环境好看一点 搭配一点红色 这个钢会显得更好看一点 那怎么办呢? 经过我的测试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钢就是测试的 因为之前老粉丝小伴吐槽我说 我把红草种绿了 你看这个小红胶 是吧 都发红了 还有个紫爵皇冠 你看红的都发紫了 还有这个紫红玫瑰 是吧 在这个钢里面 你看 都是发红色的 这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我给它加了一个红光 红色的灯光 红色光谱的灯光 然后它水草吸收了红色光谱 它基本都会发红色 但是啊有些阳性的水草呢 它还是得依靠这个二氧化碳 然后才能发射发得更好 跟进呢 长得更粗壮啊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啊 但是我们想做这种生态低成本的生态鱼缸啊 不想花大价钱去弄这个二氧化碳 是吧 所以说啊 我们就是要简单的再给它加一个这个红色光谱的灯光就行了 或者你可以买一个变色的灯光啊 在我橱窗里就有啊 这款变色的 是吧 我现在是加了两个 一个红光一个蓝光 红光呢 我一天啊就开三个小时 然后蓝白的光呢 我就一天六到八个小时啊 是吧 这样呢 我们就很好解决了这个红草的问题啊 这个缸啊是我测试过的 所以说这个缸呢 我也给它加了一个这个红光啊 希望啊 它也能后期啊 慢慢的变成红色 你看这新长出来的叶片啊 已经是在发红了啊 看到没有 哇 这就是啊 我经过测试啊 然后总结出来的 但是呢 我还是建议啊 大家去做这种生态鱼缸的时候 尽量啊 的去选择一些这个 啊 新阴性的水草 新手水草 也可以看一下我的猪窗里面 那些新手水草 大部分啊 都是这个阴性水草 好种 好活 而且种出来就是一大片 好吧 好了 本期视频啊 就分享到这里了啊 喜欢的记得点要关注 我是养元小儿 咱们下期视频就见 拜拜